今天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参加项目的内部竞标 为此我准备了四年 原本我计划拿下这个项目后和女友求婚 可竞标当天 我熬了一个月写完的方案 出现在竞争对手的PPT里 所有人说他比我能力强 不屑于偷我方案 唯一能接触到我电脑的女朋友柳如烟对我冷脸 谁动你东西了 神经病啊 转头他和我的竞争对手高调恋爱 我冷笑着给人事经理发出消息 我调任部门负责人的事先暂停一下 关门打狗 高考那年我第一次和我爸发生争吵 为了证明我离开他的光环也能成功 我花费了四年时间 从大学到现在 我没向他伸手要过一分钱 更是为了这次的项目内部竞标耗费一个月的心血 出门前我临时修改了一下方案 卡着第二名演讲的时间提前赶到公司 可没想到打开门就看见我的出版方案在林辉的PPT里 他正激情昂扬的讲解 我大脑瞬间荡机 愣了三秒才反应过来 天杀的 我参与工作以来第一份方案被人偷了 我的电脑密码只有女友柳如烟知道 于是我立刻走到他面前 脸上满是疑惑和不解 你没问 我的方案为什么在他那里 女友笑着的嘴角在看见我那刻骤然落下 眼里阴阴闪过不耐烦 什么你的方案 说什么 我听不懂如果说刚刚还有所怀疑 那此刻他的态度就让我已经确定了 方案就是被他偷走 之前他每次看见我 都是累哥累哥的叫 从来没有过这种表情 可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大学刚毕业就和他在一起 两个人携手应聘到公司里 一步一步从实习生变得成熟 相互鼓励的爱情 让我一度梦想和他走进婚姻的殿堂 这次我更是准备好了钻戒 想在竞标结束后求婚 迫不及待的想带他去家里 站在我爸面前证明给他看 哪怕不是商业联姻 哪怕无关利益 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爱情 可现在血淋淋的事事摆在面前 我脸在空气中火辣辣的疼 我不甘心 又一次开口问 我说我的竞赛项目说 你为什么要比林辉 这一个月他陪我吃泡面 陪我加班 他是最了解我付出多少的人 我的追问让他面色冷了下来 语气也僵硬不少 你有完没完 什么项目不项目的 谁逗你东西了 你说话要讲证据 听见我们的争吵 他身边坐着的公司老人王姐也撇撇嘴 不懈的抬眼看我 小伙子 不是姐说你 自己的东西自己都看不住 在这吵什么 你一个刚入职的新人 我们拿脚敲键盘都比你做的东西强 谁能看得上你的项目书 行了行了 你都来迟到了 可见有多不重视 谁知道东西是怎么丢的 闭嘴巴 我一口气噎在胸口 上不去下不来 林辉已经结束演讲 主持人叫了好几次我的名字 可我手里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 还怎么拿得出来 两个人的顺序还连着 但凡刚刚听了一点的人 都能发现不对劲 偏偏我是第二个 还是公司的新人 全是不利因素 我索性不上台了 可我咽不下这口气 想起一个月的呕心沥血 我白头发多多了几根 于是坐下后 猛拽柳如烟袖子 你一会结束后别走 你必须给我个说法 他深吸口气猛然转头 烦躁地看着我 拽他胳膊的手 立刻站起身 沉连甩了我一个巴掌 清脆的响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台上的人演讲 都暂停了下来 苏蕾 你发什么神经 你的方案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参加这个竞标 东西丢了 你去找警察啊 我又没拿你东西 我真没想过你是这种人 本来以为你穷是穷了点 可至少心地善良 行了分手吧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他当众甩下一句冷漠的话 就转身离开 剩下我一人站在原地 傻得像个雕像 王姐扫了我一眼 同情又带着几分不屑 行了别愣了 我早就看出来 人家不是喜欢你 一个刚毕业的愣头青 哪能有女孩看得上 也不想想 自己一天骑着共享单车上下班 人家女孩跟着你风吹日晒 苦都吃完了 没点目的可能吗 不图你点什么 你以为真天生就有人爱吃苦啊 那多见啊 我在她的话语里逐渐抬起头 一个月的甜蜜和陪伴 难道都是她的谎言 我是和家里吵架了 搬出来租房住 每天骑车上下班 可柳如烟 却一直是坐着我每天给她叫的专车 什么风吹日晒 根本无从谈起 因为她在我和家里吵架 一无所有的时候靠近我 我恨不能掏出自己全部的心回报她 此刻看着她在走廊镜头的背影 我眼眶有些酸涩 这段感情不该是这样的 无论如何 我都想从她嘴里听一个结果 哪怕是分手 也应该坦白 我深呼吸几口 鼓足勇气朝她走过去 可灵辉比我动作更快 她手里拿着公司提供的免费咖啡 递给柳如烟 后者接过的一瞬露出甜蜜的笑脸 我脚步蹲在原地 十天前 她说她想喝咖啡 我项目还差五千字没写完 但也二话不说 打开手机给她点外卖 可外卖送到了 她撅着嘴满脸委屈 磊哥 人家不喜欢这家的咖啡 太酸了 不够香 她指明了一家离公司十公里的咖啡店 已经快偏出市区 我没交通工具 只能扫单车骑过去 回来的时候 公司的灯都灭了 她也回家了 那天我连卡都没打成 一个月的全情彻底泡汤 此刻看见她喝公司的咖啡 都甜蜜的冒泡 似乎刚刚想开口要的答案 也没那么重要 我笑了 笑得讥讽 笑得凄惨 柳如烟满眼都是灵辉的身影 扁角落的我都没看见 辉哥 我送你的方案怎么样呀 那可是我熬夜一个月做出来的呢 有没有什么奖励呀 灵辉勾起一次的唇角 笑得有些油腻 烟烟喜欢什么奖励 我都可以送你 听到这里 我再不出声简直不算个男人 下一秒我站到两人身边咬牙开口 柳如烟你不是说 你不知道什么方案吗 那你刚刚说的是什么东西 我转头看着灵辉那张胡子拉茶的脸 你项目竞标用别人的方案 你要不要脸 两个人同时五官扭曲起来 眼里带着增悟 本以为灵辉不知情 可没想到他直接开口怒骂 苏蕾 你是个什么东西 上班一个月跑来教训老子 什么你的你的 我去你妈的 那就是我写的 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我写的 柳如烟无辜的目光看向灵辉 说出的话却让我身处地狱 真看不出来他怎么是这样的人 新人一点自觉性都没有 说的好像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辛苦一样 大家不都在上班吗 怎么就他搞特殊 一个天天吃泡面煮出租物的穷屌丝 真以为我能看上他呢 穷屌丝 我 高考完我爸非要安排我出国留学 我们产生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执 我说国内也能学到有用的东西 可他说他的朋友的孩子全都在国外 如果我不出去 以后在圈子里和别人甚至没有共同语言 但少年总是轻狂 我执意地认为只有我有能力 大家会自己找和我的共同语言 于是我第一次决定了我的人生 选择留在国内上大学 同时将自己每月一千万的卡交给我爸 我就想让他看看 他儿子我没了背景也是条好汉 于是我开启了柳如烟所谓的屌丝生活 大学就开始兼职挣钱 用尽了一切省钱的手段 此刻我看着柳如烟那张精致的脸 竟然恶心到反胃 就你这样的 跪下求我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 两个人沉默了一瞬 转而开始疯狂大笑 笑得前仰后合 直不起腰 柳如烟眯起眼 用卫生纸吸干自己眼角的眼泪 避免化妆 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 以为自己是什么豪门继承人啊 醒醒吧 你给人家舔些舌头都不够硬 灵辉年纪稍大一些 沉稳不少 此刻看着我的表情也带着同情 烟烟 别刺激他 没看见最近舔狗自杀的新闻吗 万一他一个没想开 你可就背上人命了两个人一唱一和 说得我连街边下水道里的张王都不如 看着他们的表情 我忽然觉得可笑 这些人明明自己也在底层挣扎 可偏偏要踩着自己战友的尸骨上位 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又有什么区别 想通的那一瞬间 我对他们没了情绪 只觉得可怜 见我沉默 柳如烟似乎以为他们赢了 竟然走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就你这样的佳境 我能陪你演一个月的感情戏 已经是你这辈子恋爱的天花板了 看着我揣在口袋里的手 他呼得捂住自己的胸口 天哪 你不会还要和我求婚吧 哈哈 你真拿自己当根葱吗 没镜子也没尿吗 说完他轻易地挽起身边灵灰的胳膊 转头炫耀的目光对上我的眼 这样吧 你在这里大声和辉哥道歉 求着他以后在这个公司里照着你 知道辉哥什么背景吗 他低声在我面前轻语 是公司老总苏勤的亲戚 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了 还是看在你贡献了一份方案的面子上 给你机会了 会不会把握就看你自己了 说完他不屑地仰起头 露出分明的下河线 一旁灵灰几乎要将他的鼻孔撬到天上 看着我的表情就像在看一只卑微的蝼蚁 我当场冷笑出声 我爸有姓林的亲戚 我怎么不知道 倒是 看着两个狗男女偷了我的方案 还毫无一丝愧疚 我怒上心头 一下没忍住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什么狗屁亲戚 我他妈还是老总的亲儿子呢 你们两个现在给我跪下磕头当场认错 我可以考虑让你们继续留在这个公司里 话落 灵灰瞪大的眼睛里满是怒意 要不是在监控底下 我毫不怀疑他下一秒就能冲上来给我一拳 但他要是真敢动手 基本后半生就告别职业生涯了 灵灰的喘着粗气 胸口剧烈起伏 柳如烟急忙站在我们中间 挡住他杀人的目光 灰哥别气了 就是个矛头小子 刚进公司一点也不懂规矩 转头他拧眉让我认错 灰哥拿下这个项目 就要升职部门负责人了 到时候你作为方案的贡献者 好处少不了你的 能听懂人话就赶紧过来 低头认错 到时候看在你照顾我一个月的份上 我求灰哥给你多分点项目 灵灰 升职 那老子升什么 升娃娃 他产妹的脸让我差点呕出去年的年夜饭 以前我果然是被爱情迷得失去理智 还好现在我的真实身份还没曝光 看清他的真面目 也省得以后吃大亏 下一秒我直接拿起电话打给人事经理 王经理 调任部门负责人的事先暂停一下 公司里有恶狗对方吓了一跳 不等我说完后半句 他急忙到 什么 狗怎么能跑进来 你别急 叔叔这就给保安打电话让他上来 手里的电话被挂断 我眼角抽抽两下 灵灰听完立刻笑出声 还王经理 怎么 今天保安大叔干兼职了 我冷眼看着 已经对这两个人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说 转头按下公司的总裁专属电梯 准备和我家老头子认错 四年多时间 我不得不承认 他是对的 灵灰二人看着我按下电梯的动作 目光带着些许错愕 来一个月了 不知道那个电梯不能坐 果然是没常识的新人 只知道埋头写方案 连最重要的东西都不打听 柳如烟搂紧他的胳膊 脸上泛起红韵 就是 他哪有灰哥这么厉害啊 又有能力又有情商 而且还会疼人 说着他低下头 二人间的气氛引你起来 我侯姐滚动两下 才勉强把差点吐出来的隔夜饭压下去 可能是头上的帽子太重了 我忽然觉得脖子有点酸 电梯门打开 我刚站进去 柳如烟就开口 好歹相处了一个月 被打出来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就这点情商 没我们灰哥罩着 你在这公司里活不过三个月 我勾纯冷笑 三个月 三天他灵灰没滚蛋 就是我不中用 硬气是我的本事 事实的低头是我的能力 电梯门刚打开 就是我爸的办公区 门口一个专属秘书 看见我急忙起身 不等他问 我立刻冲了进去 下一秒 清脆的扑通一声 我直接下跪 借助惯性滑到我爸面前 父皇 儿臣来认错了 我爸用比灵灰 还要不屑伤人的眼神 扫我一眼 扭头继续看他的文件 我急忙起身 又是锤尖 又是锤腿 嘴上认错的话没断过 一篇论文 轻轻松松被我念出 我爸捂着 被烦到作痛的头瞪我 逆子 我真是欠你的 他手里的上万的限定 签字笔被用力摔在桌子上 说 我轻咳一声 说了足足半个小时 才把这上班一个月的委屈说完 原本大学四年里 我都能忍受 可没想到 这辈子都没吃过的苦 上班一个月 硬是让我体验个变 生活将我反复锤打 肉质静变的Q弹嫩滑 现在我已经明白 家里有背景 就是牛 有钱就是能横着走 说到最后 自己被女友戴上绿帽子 我语气已经开始为名 我爸不满地踹了我一脚 力度大的我差点当场跪下 一个拜金女而已 没用的东西 说完他从西服内侧的兜里 掏出我四年前还回去的卡 摔在我面前的地上 拿去 让他看看什么叫实力 别丢你老子的人 当年都是一堆女的倒贴你爹 一点有用的基因都没遗传到 我立刻换上比柳如烟 还要谗媚的表情 弓着腰像个老牌太监 爸 我在楼下等你 今天是我们父子破冰的大日子 我必须给你表现表现 看着我爸欣慰的眼神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总不能说我是为了算好时间 打灵灰的脸 那档次也太低了 重新进入电梯时 我捧着手里的黑卡如获之宝 忍不住轻了好几下 爱连地将它放进我的兜里 什么女友什么白月光 都不如我的宝贝黑卡 想起自己之前喜欢的 那辆十万元的公路车 现在用不着省吃捡用攒钱了 我打开软件直接下单 首次十万的消费 立刻升级了店铺的特殊VIP 看着屏幕上货物很快送达的提示消息 我一扫被偷方案的阴霾 要么说消费使人快乐呢 尤其是过了穷日子之后报复 一个字 爽 电梯忽然停在休息间的楼层 打开门时几个员工挤了进来 我抬头目光刚好对上灵灰和柳如烟 他拿着手里早上演讲完的方案书 炫耀般地朝我挥动 这次我投扬的比他还高 电梯门即将合上的一瞬间 他猛地冲过来 勾起一次的唇角 上下扫视我一圈后开口 怎么 被辞退了 你还挺能演的嘛 我都看不出来 哥不是外人 你老实说 是不是被我们苏总骂哭了 嘖嘖嘖 看这小眼圈红的呀 别是让保安给揍了吧 哥那有点云南白药 给你整点 他语气轻便 满口讥讽 我挑眉摸了摸自己的眼角 估计是刚刚一番演讲太生动了 声泪俱下 怪不得老头信得这么快 他身边的柳如烟也讨好的开口 哎呀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这栋楼除了我们辉哥 可没人敢直接上总裁办公室 他要是上去可和你不一样 行了 第一份工作干一个月也不错了 下个工作注意点吧 知道年轻人好面子 看你手里都是空的 东西都没好意思回去拿吧 没事你走吧 回头把地址发我 我收拾好给你寄回去 电梯间里 其他同事看向我的目光也带着同情 我不想浪费别人的时间 准备下楼去等他们 静止按下电梯的关门键 两个人肆意的笑声越来越远 出公司大门的时候 司机灵叔已经等在楼下 我爸养生得很 从来不在外面吃饭 每天中午就是在忙 天塌了也得回去家里用餐 吃完午休一个小时再来 他不仅自己这么做 四年前也是这么要求我的 可那时候我年轻气盛 什么都要和他对着干 事实证明我错了 看着门口的劳斯莱斯 我走上去斜靠在车身上 摸着自己的下巴思考起来 说不定中午午休也很重要 我爸的话总是很有道理 灵叔许久没见我 此刻直接滑下玻璃 兴奋的开口 小公子什么时候回来的 看来我以后任务更重了 要送两个人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说 自己一直骑车上下班 远处刚刚下单的万元公路车 竟然这么快就送到了 我接到电话时给他招招手 接过自己的新车子后 我迅速拆掉包装 怎么看怎么喜爱 灵叔疑惑的问 这是要送人吗 听说年轻人现在都喜欢什么气形 我们老了 没那个精力 我一手扶着车顶 另一手上的手机停留在订单评价的界面 刚想和灵叔解释 灵辉恶心的怒骂声就从身后传来 苏磊 妈呢 拿开你的狗爪子 他快步冲到我面前 一把将我搭在车顶的手拍落 目光落在我手里的公路车上 他眼中闪过一抹惊艳 你这高仿不错啊 哪买的 给我推一下 似乎是发现自己刚刚态度 过于生意 他立刻笑笑解释 哥这是怕一会 苏总下楼看见你这样站着 本来已经被辞退够难看了 万一他一生气 苏家的实力在本地你是知道的 你这辈子都别指望在这里吃上饭了 他假意关切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柳如烟看见我手里的手机 加上我刚刚的姿势 他一下就猜 我是为了拍照发圈装逼 看不出来你是这么势利的人 真是越穷越喜欢好面子 没见过好东西吗 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本来还想着相处了一个月 你现在处境艰难 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帮帮你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被苏总赶出来还要拍人家的车 你真让我恶心 林辉也赞同的点点头 别怪我们说话难听 我们也是为你着想 年轻人思想一出问题 事情可就大了 个也是为了你好 他一口气说了几句 林叔瞬间脸都绿了 闭嘴 你个白痴 胡说什么 这就是苏家的车 苏公子把车炸了 苏总都要夸他技术好 用不着你瞎操心 或许是林叔平日里从来不冷脸 此刻骤然的怒骂让林辉愣在原地 他目光反复在我和林叔之间打量 林叔急忙开口朝我解释 这是我们村子的 他爸妈和我关系不错 听说我也在苏家工作 却让我平常多照应着 我索性双手环抱在怀里 笑着点头看他们演戏 林辉被我家司机的态度 搞得摸不着头脑 片刻 他猛的一拍手 我知道了 这小子肯定是想趁着苏总下班赌人 林叔你可别让他骗了 他刚才做总裁专属电梯上楼 早就被总裁开除了 你别以为他姓苏 就真和公司有什么关系 等会苏总下楼看见他 万一被弃出什么问题 受苦的可是你 柳如烟生怕林叔不信 急忙在一边帮枪 就是啊 我和他恋爱一个月 他什么身份我清楚的不行 爹妈双亡 自己一个人在城里打拼 每天不是泡面就是外卖 一顿饭都不敢吃十元以上 我看着他不屑的表情 为自己这一个月的付出惋惜不已 虽然我每天过着勒紧裤腰带的苦日子 可给他的付出我是一分没少过 一个月刚确认关系要送礼物 周末开心要送礼物 十天纪念日要送礼物 二十天也要送礼物 他工作受委屈 我又要送礼物 前前后后花了我一个月的工作 那个准备订婚的钻戒 更是我拿出我爸的名字 和财务大姐预知买来的 林叔听到这里 眼珠子急的差点瞪出来 刚颤颤微微张口想解释 林辉着急的看了眼手表 一边伸手扯着我 一边开口 林叔你信他我也没意见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今天不行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今天你带着我 引荐我给苏总认识 我要感谢公司的话都想好了 成败再此一举啊 我当上部门负责人的消息 都告诉我爸妈了 你也知道他们为我着急 说完他已经将我扯到了十米开外 身上二十块的秒杀地摊货 硬生生撕开了口子 他松手嫌弃的擦擦 自己刚刚接触我的地方 开口道 这样吧 你已经被辞退了 有的是时间 要不你明天再来赌苏总 今天真的对戈很重要 你父母双亡 估计不知道家里人 给我的压力有多大 话说一半 我爸带着明显怒意的声音响起 谁他妈造谣我儿子父母双亡 老子还没死呢 我爸气势汹汹地从大楼里走出来 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带着怒火 林叔这会是彻底被林辉搞崩溃了 打开车门立刻下来 连贵带爬的到我爸面前 苏总 我和他们不熟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上来就朝公子又骂又吼 时间像是暂停在了这刻 林辉听着他的话 目光里带着显而易见的慌乱 沈氏的眼神看向我爸 他竟然在怀疑我爸也是假的 很可惜 他是老员工了 之前在公司的大会上看见过我爸演讲 他无力地擦擦眼睛 但眼前的画面没有任何改变 他终于明白刚刚林叔不是在骗他 柳如烟幕瞪口呆 正正地站在原地 原本想要挽起林辉的手停在半空 他和我一起进公司 不认识我爸 但他能看见林辉的反应 目光落在我脸上 他迅速放手 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下一秒 他踩着高跟鞋迅速站到我身边 双手在身边快速摆动 叔叔 不是 苏总 我和他也不熟 我是磊哥的女朋友 他伸手想拉我 被我拧没躲开 我爸立刻注意到 开口问 这就是你谈了一个月 给你戴绿帽的女朋友 你什么眼光 这些年家里虐待你了 你谈这么个女的 给我添堵 你当咱家是什么庆楼根据地 我爸的战斗力 我一直很认可 心里给他点赞后 我默默朝身后退了一步 跟柳如烟距离近一点 我都恶心 他听完我爸的话 脸色煞白 满眼无辜地看向我 你听我解释 这都是灵灰强迫我的 我根本就不想这么干 可他威胁我 说我不这么做 等他当上部门的负责人 就让我好看 说完他眼泪滑落 脸上的粉底都出现了白痕 一句话 让旁边呆滞的灵灰瞬间爆炸 下一秒就伸手指向柳如烟 你个贱人 你胡说什么 不是你当时晚上趁我加班 穿着奇逼裙子 故意在我跟前弯腰 勾引我完事 又说帮我偷苏蕾的项目书 只要我上位 能多照顾你就行了 你现在把锅甩我头上 你要不要臂脸 听到第二句的时候 我已经瞪大了眼 隐约记得 我们第一次看完电影 回去泰湾 他住在郊区 我提议在外面开房休息 可他头摇得跟出了电一样 说自己家里知道 肯定要打断腿 现在想想才明白 原来是我钱没给够 我气得眼都红了 灵灰怕我们不信 拿出手机打开聊天软件 对着上面的消息记录开口 这就是他给我转发苏蕾方案的记录 真的 我从来没跟他要过 这事情我根本不知情 我善意地点点头 出面给他作证 嗯 他说的是真的听我出声 灵灰用看就是主的眼光看向我 他说了 是因为我不够重视的原因 项目书才会丢 毕竟他觉得他用脚敲键盘 都比我写得好 他肯定看不上我的东西 话说完 灵灰眼里最后的一次希望彻底灰暗 我爸的脸更沉了 我甚至都能隐隐看见 他剧烈起伏的胸膛 他灵力的目光对上灵灰 我笑着看向疯狂对我无辜眨眼的柳如烟 他感动得当场红了眼眶 你的方案是我熬夜陪你写的 一个月都是我在鼓励你 你明白我对你的感情 对吧 我真的是被他逼迫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 我了然地点点头 在他充满稀奇的目光里 下一秒我开口道 的确 这一个月你每天都在用心地陪我 不然你也不会看出 我是个住出租屋的穷屌丝 我知道你心里有我看我每天吃泡面 你于心不忍所以提出了分手 就是不想自己拖累我说到这里 会一个人更好 怕我分手后想不开自杀 先一步偷走我的方案 转右我的注意力 说往我两手放在耳边拍了拍 感动得嘴唇颤抖 你们都是好人 我很高兴自己第一次参加工作 就能认识你们 我拍了拍自己刚刚买来的公路车 看向柳如烟 这不 你说你喜欢喝郊区那家咖啡 可共享单车骑得我屁股疼 为了给你送咖啡 我特意置巨资买了一辆车子 我话音落下 他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 面色苍白的相纸 我爸带着满腔怒意冷哼一声 你们两个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 我苏家的公司里 我清楚地看到 他们听见这句话时 眼里的绝望 不及我看到自己方案 出现在灵徽PPT里时的半分 我将车子随手锁在公司楼下 和我爸一起上车 我家老头这么给我出气 我今天可得好好表现一下 林书健没说到他 长出口气 擦擦头上的冷汗 汽车发动 迅速离开 只留下他们两个人在原地互咬 到家后我刚洗漱完坐下 预备摩拳擦掌 把这四年错过的美味都吃回来 一旁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刘如烟给我发来消息 我已经报警了 磊哥 你相信我 我是被他强迫的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我正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这里充满我们的回忆 底下是一家路边探的照片 我点开翻了个白眼 连第一次约会的地方都能记错 眼不来真的别硬高 我直接屏蔽没搭理 可没想到他还同时发了朋友圈 我刚看完放下手机 我爸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是他警局的朋友 接完电话 我爸冷眼看我 留下一句自己解决就回卧室午休了 于是五分钟后 我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周叔 怎么了 啊 报警说我们公司潜规则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行行行 我今天下午就把监控视频发你 挂断电话我汗流加倍 饭没吃完就赶回了公司的安保室 报警的事件就是柳如烟说 林辉在那天晚上强迫他 可林辉执意说自己是被勾引 他们不知道公司的办公区有监控 装得很隐秘 平常也没人看 本来是为了怕员工晚上加班出事 没想到还真出事了 视频还没倒带回去 柳如烟已经发了朋友圈海冤 被苏家公司老员工钱规则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不少公众号都截图他的朋友圈发了视频宣传 我看得越来越烦躁 他这是觉得自己是女生 这件事就有理 以为我公司没监控 他就能颠倒黑白 正看着 他给我发来消息 我在你屋子门口等你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会还我清白的 我冷笑出声 保安刚好将监控的时间调到那天晚上 屏幕上赫然出现 他从卫生间出来 已经换上超短裙的画面 后面一切也和林辉说的完全相符 我将视频截取下来发给警方 又发了一份给家里一直合作的媒体 完成一切抬眼 已经距离柳如烟的电话过了两个小时 可能是看我没反应 他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来 我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他恐怕还不知道 警方已经在去找他的路上 我刚接通 他质问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苏蕾 你什么意思 你没看我给你发的消息吗 现在网上到处都知道 你家里的公司潜规则女员工 你要是今天不出现 我就再发一个视频 信不信我让苏家的公司毁在你手里 我挑眉 将手机拿得更远了些 屏幕上亮起了录音键 那是我从一开始就点亮的 他现在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成为监控曝光那天 刺向他的尖刀 听我还是不出声 他理智彻底崩溃 开始破口大骂 你是苏家的儿子 跟我谈恋爱一个月 你信不信我去网上说 你用自己的身份强迫我和你在一起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我不就是拿了你一份方案吗 你那么有钱还在乎这个 你今晚不来 我从这栋楼上跳下去 后面的话没说完 就传来了一阵争吵 应该是警方赶到了 我心满意足地按下录音结束的案件 将刚才打电话的音频 再发了两份给他们 然后拍拍屁股安心回家 新闻公众号迅速发出了 真实的监控视频 以及柳如烟和我打电话的录音 两份东西完全足够证明我家的清白 可没想到网友早就变了 不会随便相信公众号发的东西 谩骂声一直没结束 警方连夜办理 两个小时后终于在网上发出了通知 下面的红章子分外清晰 证据依然是公众号发的那两个 网上的狂风巨浪骤然停歇 很多网友庆幸自己还没加入网报的队伍 随之而来的是我安排的公司公关 大力宣扬这几年苏家做过的慈善项目 一时间骂过公司的网友全部愧疚不已 主动帮我家展开宣传 短短三天 业绩竟然比过去一年还要好 我爸欣慰的拍拍我的肩膀 出去野蛮生长还是有点用的 要不你再出去历练历练 我头摇的像波浪鼓 一把按住我爸的肩膀 我可是要为您分忧的 开什么玩笑 外面的苦日子我这辈子都不体验了 全文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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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